你把我们这边就是很高端的 很学术气息的 真把我们油管风气带坏了 真的吗 是啊 你们平时不讨论这些 我们平时讨论 不是说尺度很大吗 抖音他们那边不签约的 因为它流量大嘛 是最大的平台 所以它对于所有的主播 都是没有签约费的 然后签不签约的话 那就要看不同的那个政策了 油管也不签约 确实 没错了 抖音是日捷大公司 对日捷很爽 就是你一下波就能体现 下波就能体现 就是从来在斗鱼没有过的待遇 这可以说吗 没有关系啊 斗鱼都要倒了 有什么不能说 就是在斗鱼的时候 它不仅是不能日捷 它是月捷 但是月能不能捷 还是个问题 就是你还要打一个问号 非常忐忑的 就比如说它本来15号的时候 就该给你月捷了 结果你16号都还没有收到 你就不知道这个月到底能不能收到 可能是有时候它走流程 大公司走流程 对 大公司走流程 然后后来又不是加入了一个MCN的那个流程吗 就是经纪公司的那个流程 然后所以它这个钱还要先到经纪公司 然后再打给你 对 在流程多的话就会慢一点 对又更慢了 然后有时候你就问经纪公司 哎怎么这个月的钱也没有收到 当然我的工资也比较低 就是那个流程也比较少 你不要说低了 你说出来吓死他们了 不是很低 对于我来说有点 就是 对他来说有一点 然后就是你也不好意思问 因为我们公司以前都是大主播 除了我 没有现在都是小主播 大主播 那会儿他们都进去了 还是 就是还好我没有成为大主播 要不就号没了 要不就人没了 要不然就在休息中 差不多 然后就也不好意思问 然后一问他们就 这个月豆瑜还没有打过来 哎呀 没关系 没关系 现在小臭在抖音不是吃饱吗 还行 反正比豆瑜吃得饱 我觉得吃得饱这个词真的好土啊 我真的是就是 小臭姐姐 我看你直播长大了 谢谢 那你给小臭姐姐点亮一下展馆吧 你这样准备是播什么的 你这样准备播啥的 播你呀 为你以后做错 那个不小心说错话 来油管做个铺垫 我一定谨言事情 可能我会因为骂人吧 抖音聊股票有点敏感对吗 抖音不能聊吧 可能你如果你是那个板块的人的话 应该可以聊 他们这个就是什么都不太好说 但是如果说啊 家人们上点滑子吧 可以说 那他不会说什么诱导消费吗 基本上不会 如果你说滑子的话 不会 但是如果你说算点钱 好就是诱导消费了 那说上上票 家人们上上票 然后就是放点赞歌 然后就是就不算诱导消费了 不算吧 那不是一回事吗 这种时候没有被那个过 但是如果说你一直说 最近赚的不多 然后赚的钱不多 最近很穷 然后叭啦叭啦 这个是好像有一次我说了太多了 他就给我 他就提讯我 说我诱导消费 你说你说你最近很穷 所以就是要诱导消费了 也不是 就是我还说了很多 就是让他们刷什么 念初 比如说家电华这三个字 抖音一号这四个字 然后抖音飞庭 就是关于他的那个领悟的名字 就是念的太多了 就有点像是在诱导消费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就是 那如果说有人一直在给你送 假设啊 有这种事情 一直给你送的话 你不能说一直感谢 为什么假设 我可以感谢啊 我谢谢 谢谢他送的华子 但是你不能说 谢谢你的家电华 家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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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什么 什么一百个家电华 两百个家电华 我下次遇到这种事情 我再告诉你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过 华子就是家电华的意思 谢谢 谢谢 我们再练习的礼物 是这样写的 我要比心 来 教你 比乃心 但是比脸心 对不起 他们是比的乃心 我只是比乃心 什么叫乃心 就是他们把 他们把乃心比到这里 然后而且他们会把 他们不是 他们那个比较大 然后他们就会把这里 有点压进去了 就是要手贴 然后他就会说 你看他们都知道 然后但是我是比他的脸心 然后刚刚突然说露了嘴 所以不能说 不能说什么钱的问题 但是可以比乃心 那这也太不正能量了吧 他说比个乃心 就是那种 你们都 大家不知道 我们就这样比心就可以了 谢谢 比个恶心 比个恶心心 你把我们油管直播 都封锡得太坏了 我们就这么量直播间 我们那里真的尺度挺大的 真的吗 我今天跟他们吃饭 我还听着 谢谢 这是跟你说的 什么 就是应该什么都 就是他们说 小破绽 小破绽 就是哔哩哔哩 我们这里可以说名字的 尺度很大 为啥 B站现在好像是说 就是他不再管版权了 就是你的那些版权内容 不管是电影啊 电视剧啊 这种刚上映的 没多久的电影 或者说不在国内 上映的那些电视剧啊 番剧啊 都可以在B站那个了 为啥 可能是因为创收 是不是 不知道 但是但是我说的尺度 不是因为这个 它是因为它到了晚上之后 它就会变成 夜总会 网络线上夜总会 而且我也是刚刚听 水友说的 他说 我以为只是舰长 就是他们不是会 开那种舰长直播吗 啥叫舰长直播 就是只有舰长 才能看到内容直播 你必须得给他开个舰长 你才能看到他的直播内容 所以就是得付费 才能看稍微大一点尺度 但是也不能太大 如果太大的尺度 它还是怎么样 它不是舰长直播了 它是让你付了费之后 然后把你拉到一个QQ群里面去 QQ群还能这样啊 给你开QQ会议 这个会议不是正能量的 但是也可以是正能量的 但是QQ不是管得很严吗 他们很多人说 QQ群都炸了 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面 不正能量 但是QQ会议嘛 腾讯会议嘛 啊 嗯 这也太 我不是懂好多啊 我今天刚学的 他QQ群封了 因为他直播间还在嘛 他是在直播间拉人 拉人头 扫车了 扫平板 插两个插两个 刷到帮死 然后我们就走 帮死了一个 抛车了 然后我们就走 然后哎 发现前面 哦就是说他还得 就是说要 呃 他不是private show 就是不是 一为一的 他是要凑一个小班 才开始上 拉过去上课 对 就好像那个大巴车 要买圆了才开走 对 差不多是这个 那一般多少个人 呃 我听他们说 抖音有这种 可能就十个人 然后那个 B站我不知道 是什么 是多少 那这种 他不会被监管吗 他那个里面 不能被监管啊 他那个腾讯视频里面 我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有不能被监管的地方 那他们不是说 在座的金哥 那个封了之后 那个封了之后 那就下一个QQ群嘛 这个QQ群封了 我就开下一个QQ群 那他不会对 不会被喝茶 或者说怎么样 那他的银行账户 不会有问题 哎 你把我们这边 就是很 很高端的 很 很学术气息的 真把我们油管风气 带坏了 真的吗 是啊 你们平时不讨论这些 我们平时讨论 不是说尺度很大吗 纳斯达克 我们讨论 美国经济 什么时候崩溃 我对这个不熟悉 美国经济 什么时候崩溃 我是真不懂啊 你就说马上就行了 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 我们讨论的方向不太一样 嗯 我们平时 讲的一些问题 要深刻一些 我们这个不深刻吗 我们这个还是 也关系到两个 也深刻 就是 就是 深刻这种 带着一些下沉 平时我就说 他们性压野 性焦虑 因为他们经常就会 展现出一种 很急切 但又 想得不可得的 那种状态 看我 我们下输了 那种状态 这种状态 我以为我可以 为啥 我更为啥 我同匿 这样 그러니까 我对 你做了 你不太 忍缓